大家好 在今天白天的温度形态来说 你会感觉到都开始上升了 不过现在这个时候 如果你是在新竹以北的朋友 准备要出门 你要背语句了 因为华南云带在今天晚上的时候 将要逐渐的东移了 我们现在气象一开始 先看什么呢 先来看雷达了 我把这张雷达定格了 时间点这张雷达 就是大约在10分钟之前的雷达图 你可以注意到 雷达上面出现的 就在于我们台湾的北方的海面 云层的结构体发展来说 算是比较完整的 现在正在逐渐地通过北部的海面 另外我们再来从桃园 新竹的外海看过去 可以注意到 外海已经开始有一些对流带 正在逐渐地出现当中 这些云层在逐渐地 接近到我们陆地的时候 它会因为地形的 整个台深的作用 所以江雨的状况 就大约会是在大约晚上的8点半的时候左右 开始就会有云层进入 而开始造成降雨的现象 所以你等一下看完我们中视气象 准备要出门的朋友 在这新竹以北就要背着雨具了 但是在今天晚上到明天的时候 随着外海的对流云层再进入的时候 相对的这些华南云带的水汽的发展来说 就会逐渐地影响到我们台湾地区 我们从这张雷达上面就可以看到动态的雷达 可以注意到云层明显地由西往东的方向在移动 目前是在新竹的外海 有些云带正要逐渐地接近到我们台湾海峡 也就是我们台湾的附近的近海 而在现在晚上开始 这些云层在通过的时候 伴随着就会有一些零星的争雨状况出现 那目前在桃园 当然台北地区高空当中已经有一些云层了 但这些云层目前还是不会下雨 比较会下雨的云层大约就会在35分钟到40分钟之后 开始逐渐进入我们的陆地 那雨量图上也可以注意到 今天的江雨状况是零星的雨 主要就在山区的部分 平地的部分在中南部都没有下 北部地区的云层量来多 也只有一些零星的江雨状况在山区 但我们先来讲什么 再来就是今天因为华南云带在今晚要逐渐地冬移 中部以北就要转雨了 但我要给大家看的就是在未来一个礼拜的气温的变化 先来注意到 昨天晚上最冷的地方在宜兰 凌晨的温度13.3度 我为什么要说凌晨 因为在凌晨的时候冷空气的强度是最强的 但等到今天的天亮的时候 冷空气的强度就开始减弱了 所以今天晚上的低温的部分会在16度的低温 可是明天晚上的时候 今天晚上会因为封面云带的接近 也就华南水气的接近 接着明天的东北季风略微的增强 低温的部分会在北部地区略降一度 接着礼拜四温度略上升到16度 星期五星期六冷空气已经完全释放完毕了 气温的部分再上升一些到18度 星期天星期一就会上升到20度了 所以我们的温度形态来说 在礼拜五以后开始会逐渐地回到一个偏暖的天气 但是从现在开始到明天的晚上的这段时间来说话 也就是说我们会因为华南云带的影响 所以在明天的白天的时候 时而在中部以北都会有些零星的震雨出现 但等到明天的晚上以后开始 就是晴朗的天气可以一直持续到周休 甚至持续到下周三 我们来看到卫星云图了 云图上面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就在于说 现在晚上的时候华南的水汽带正在逐渐的东移 所以从云层的发展也可以看到 北方这个云层发展结构体比较好 正在通过 另外在华南这边的云带正在逐渐的东移 现在有些云层已经逐渐的要进入到 我们台湾海峡的西北方的位置了 今天晚上这个云层在逐渐的通过的过程当做的时候 就这个云层 它会有些局部性的一些江雨的现象出现 也就会使得局部的正雨在等一下晚上八点半以后 开始就会影响到我们台湾 但天气形态来说也会随着明天 因为这封面带逐渐的在往南的方向移动 从北到南当云层进入的时候 就会有些零星的正雨状况在中部跟南部出现 但雨量的部分今晚的雨会比较明显一些 明天白天就是一些零星的降雨 但是如果你要前往高山旅游的朋友就要特别注意 因为山区会因为这些云层的关系 而使得山区都有浓雾的现象出现 那这道封面云带主要影响的时间点 就在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的时间 当明天晚上的时候 封面带就已经逐渐的东移了 北方的高压系统也会逐渐的东移 而带进来一些东北风 所以我们在礼拜三的时候 温度的形态来说会略为下降一些 所以北部的朋友会感觉到 晚上的时候又略为凉一点点 但到了礼拜四的时候 这个高压系统东移之后 我们的天气晴朗之下 温度开始逐渐的回升 但这波的水气的发展 最主要还是以北部地区 会带来一些降雨状况 中部南部的山区会有一些 但对于旱象的解除 帮助其实并不太大 因为最主要水气量 是一个比较偏少的状况 从动态的云图上面 大家也可以注意到 今天晚上就是因为这道封面带 这个华南的云带逐渐的影响 所以在现在开始的话 在这个中部以北的朋友 晚上出门的时候雨须行车 不管你是骑车或者是开车 都要特别注意安全了 来 我们看看温度了 晚上的温度形态来说还没下降 明天白天的高温的部分 其实上升幅度并不多 因为东北季风增强了 江雨的状况今天晚上有 明天中午以后北部地区就减少 而到了中部地区 倒是在明天的天亮的时候 到中午的时候 会有些局部性的震雨状况出现 高温的部分也会略降 山区的部分有浓雾 南部地区在明天白天 有些零星的短暂雨 但雨量的部分不会太多 而到东半部地区的降雨状况 是地形性的降雨 以东北角比较多 歪岛地区的话 马祖到明天白天倒是要转晴了 金门澎湖有点降雨 未来一个礼拜可以看到 周三有局部的云层影响 造成降雨 礼拜四以后天气状况来说 逐渐的温度回升 到了周休假期 气温上升幅度会更为明显 所以我们的天气状况来说 是明天晚上的温度 会是比较偏凉的状况 还是要提醒大家 晚上有局部性的争雨 提醒您雨区行车注意安全 山区有农物 山区活动的朋友要注意